是不是這樣 對 好 那我現在要請教主委的 其實不在籍投票 我們也參加過很多次你們 你們辦的討論 對不對 不在籍投票也好 通訊投票也好 都是台灣選舉未來思考的方向 沒有錯吧 對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解決的是 兩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有規定選舉要 回來本國投票 對不對 在戶籍守在地 戶籍的規定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通訊投票 或是不在籍投票 到底是不是一個 憲法修正的問題 不是 這個是選霸法的問題 對 那是一個選霸法的問題 所以不在籍投票 其實我們應該在選舉罷免法 認真的來討論 認真的來規定說 到底什麼樣可以 可以不在籍投票 以我個人的主張 我認為最需要實施的就是 學生嘛 勞工嘛 我在地 我就是移轉投票的概念而已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不在籍投票 其實跟台商跟僑胞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不對 所以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兩個觀念 第一個 有關原住民朋友的選舉 你們必須重新思考 中選會也要放棄過去這種 哎 就依照他的族別 來劃分的這種選區 或是三地平地 其實剛剛副主委也講了 其實 三地平地 現在很難去區分嘛 所以這個部分 我請中選會帶回去思考 第二個 不在籍投票的時候 我請主委 你們中選會在現在 520的交接也跟你們無關嘛 你們是任期制嘛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要去仔細研究 然後把這個部分 你們不在籍投票 到底包括哪些 然後不在籍投票 實施的方式要怎麼樣 因為中選會過去的態度都一致 只有總統選舉可以不在籍投票 其他都不可以 沒有錯吧 對 所以我現在要求中選會 針對這個部分 你們再去進行思考說 這個部分 我們到底如何來解決 這才是我們立法委員應該做的事 這兩件事情 好 可以吧 好 那個原住民那個部分 我們會跟原民會 還有當然我們這個 這個原住民立委來 仔細的討論之後 我們會廣泛的爭取意見 所以我今天跟主委提醒的是 我們面對問題要解決問題 像選舉不得宣傳 罷免不得宣傳 這個就是離譜太遠 甚至有點涉及違憲的問題 這早就該處理了 那只是因為過去 我們沒辦法處理 因為少數委員在那裡擋 那現在就趕快把它處理掉 配套措施 我想你們也提出來了嘛 那我自己的版本也提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把它討論完 討論完就可以處理 那這個觀念我們確定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有關今天提出來兩個問題 一個是原住民的朋友 未來以後怎麼劃分選區 那這個涉及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不再提投票 到底要怎麼規劃 這些中選會好好規劃 可不可以 可以 那這個是選務還選真 我個人是不太認為 在法律上去區分選務選證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沒有錯啦 總之把選舉辦好就是 到現在還是 內政部堅持嘛 選證他們要管嘛 問題都出在這裡嘛 內政部組織法還沒有通過 也是因為這樣嘛 不過這個520就會改變 謝謝 好繼續我們請賴瑞倫委員 好謝謝主席 請主委 好有請主委 賴瑞倫好 主委好 我想請教主委 那個我們